第九题,乘第八题,若流金丙灯泡的电流为1安培,则流金甲灯泡的电流应该是多少? 我们假设每个灯泡的电阻都是R,那么丙加乙在这边呢,它们两个串联,所以它两个总电阻呢,是2R,R加R是2R 那么呢,我们的流金呢,是1安培,根据公式V等于IR,那我们电流1安培,我们电阻2R,所以我们的电压呢,就是2R 那么我们的丙乙串联之后是跟钉是并联的,并联的时候电压是一样的,所以我们再串丁的这边呢,还是带V等于IR 那么我们的现在的电压呢,是2R,那么电流呢,我们不晓得,然后呢,我们电阻是R,所以我们通过钉的电流呢,就是2,2安培 所以呢,通过钉的这边是2安培,通过乙丙这边呢,是1安培,两个汇合来通过甲 那么甲就是并联之后总电流是分电流相加,所以就1加2等于3 所以流金甲的这里的电流就是3安培 第九题问我们说,则流金甲灯泡的电流应该是多少 我们答案选的是C3 就是3 4